我和爱人一年没有夫妻生活该怎么解决 这是我的粉丝宋先生他的一个留言 他说我结婚二十年和爱人已经两年没有夫妻生活 两年前我岳父过世 我觉得他从那以后心情很受影响 不让我碰不说还总找事 一年前我给我哥借了一笔钱没告诉给他 我哥也没钱给我还 上个月女儿因为要高考参加补习班要交钱 我老婆一查账发现我把钱借出去了 就特别神奇和我闹 不和我说话牵手都不行 我平时很顾家做家务孩子小的时候也都是我接种孩子 我就是给我亲哥借点钱他都不愿意弄得我也很不爽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好好过日子 可他这样也不让我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该怎么办 首先啊你们结婚二十年了 你还背着他给你哥哥借钱 你真的就是没把他当一家人 那其次你借给你哥哥钱 但是这个钱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但是你不跟他说 所以你认为钱是你自己的 但是债务呢可能又是需要你俩一起背的 所以对他来说 这又是另一层的不把他当一家人的这种伤害 所以他对你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失望 对你很抗拒的 可是你没觉得对他造成了伤害是个事 反而觉得他在找事 还觉得是因为他爸爸去世情绪不好影响的 我相信你给他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讲过不少道理 但是你不知道他真正失望的地方 所以你后面做的一系列事情对他来说就是持续性的伤害 所以他才会对你越来越抗拒 你如果现在真的想缓和你们的关系 不如先跟他道歉 真的反省自己的错误 消除他心理上对你的不满 那别的事情才能慢慢地合顺起来